五大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,你准备好了吗?关注阿财,看我每日分析,私信阿财获取独家爆料,昨日包击红单收你,恭喜圈内的兄弟,红单说话,不黑不吹,今天给大家分析一场日理, 阿财对这场比赛更是十拿九稳,希望能给大家带来帮助,黑红雾喷,主队千叶式圆攻击力还是不错的,但是防守能力可以说非常差,在本赛季已完成的26轮赛事中,取得了十分四拼十二负的战绩,目前赛季分榜上暂时排在14位,26轮赛事中千叶千叶式圆总共攻进44球, 进球数在目前积分榜上和伤口雷落并列第一,但是千叶式圆26轮后失球数达到49球,在目前积分榜上失球数和熊本身红一样,是积分榜上失球数最多的球队,可见仙叶式圆的防守非常糟糕,在上一轮客场挑战鲜谢天鹅时,千叶式圆以2-1确定胜利,也许得目前联赛2联红, 是机会暖不少,可对松本山羊26轮赛事后,取得14胜8平四负累计积分50分,目前在积分榜上排名第一,松本山羊在本赛季最近七场联赛中,取得了6胜利平外的良好成绩, 从排名来看,松本肯定完胜千叶,不过千叶近期表现不错,到时可以只得期待,是何博冷的同学,但是本场目前还是看好松本,防平比赛总结,由于本场比赛推荐过早,盘口可能还会发生变化,明天下午,我会在内部群里进行精准推荐 想找阿财交,刘静采足球的朋友请私信阿财,阿财每天都会在朋友圈公开推荐,谢谢支持 对呀,谢谢 对呀,谢谢